好!人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台咖喉啊! 欢迎您再次收看人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 小丑丫这只角色吧 那这也是我第二天就先拍影片跟大家聊一下了 因为他算是一只可以给主C非常大争议的角色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废话不多说 4000赚先给他下去 那当然我下一支影片会分析一下 抽小丑丫的词跟抽另外一个 也就是我们 国王大街的这个词,哪一个会比较好 那不得不说,如果你是无课玩家的话 我会建议抽国王大街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来说为什么 这支影片就先讲小丑丫吧 废话不多说,20年抽必得五星嘛,我们来抽一下 我算是觉得我不想抽这一词了 我感觉又是一堆满满的肥料啊 虽然早上一次十抽给我出了一万钻 让我有钱可以挥霍 在这边 但是我个人还是很不想拿钻石来挥霍这个 毕竟这一词说实在的 我们讲一个重点 三属的角色 在后续入朴池之后 都会是比较容易取得的 你看像温帝跟真假公主 哪一个好取得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说 温帝更好取得一点 那小丑丫同理 今天如果你是无课或维克 其实就不急着把他搞到手 反正七天必得一支 你就那支先收着慢慢练就好了 他并没有很急着要出现在 无课常见的四宝一阵容当中 因为他主要的工作 是给主C一个比较大的输出争议 那废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小丑丫本身的技能组吧 首先第一招 助人为乐 无视速度差必定先手上的一个争议 为攻击力最高的两个友军 附加联击跟水盾持续两回合 这一招非常可怕 联击 攻击时有50%触发联击 可以再次触发技能伤害跟控制率 会变成原来的50% 与物联魔联分别独立计算可同时触发 等于说 像白雪 温帝 皇后那些比较大范围的 战士型输出角色或法师型输出角色 你只要丢下去 触发物联或魔联 你就有机会再触发一次 等于是多装一个物联或魔联的天赋符文的概念 一回合当中最多可以打到三次 第一次你原本丢的那一招 第二次物联魔联触发的那一招 第三次 助人为乐这个联击效果触发的第三招 那当然 一样50% 半赌运气的概念 然后再来水盾 增加 数 主C的 续航能力 他首先防御加20 再是每受到攻击会有机会回复 自身50%攻击的生命 讲白了这对主C来说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宝牌效果 好了再来 他本身是提升一个生命 攻击跟速度 等于说这次辅助其实不算太硬 他并没有说像某些辅助有提防御或提免伤什么的 他提生命攻击跟速度 代表他算是一只偏攻击取向的辅助角 再来 勇敢反击 全体160%伤害 100%概率使敌方中后排随机两单位附加水魂效果 防御降低20 每次攻击获得一次水逆 持续两回合不可驱散 水逆的功用是什么 降低攻击跟速度 哇卡这很克制那种 主C放后排的队伍 像什么Wendy为主的法 极限4保1 Wendy通常占后排 被吓到这个水魂 那Wendy就蛮可怜的了 很容易被砍就算了 你攻击你只要每 攻击一次就触发一层水逆 攻击降低15速度降低8 那尤其像是白马这种拼命攻击的 一个回合内就可以叠满三层水逆了 白马阿里 这种东西 遇到他 非常痛苦啊 一回合把所有debuff吃满 这真的很悲哀 那这招技能基本上 有效的可以防止敌方后排 输出过强的问题 效果也是非常的哇塞 最后天鹅福报 好鸭有好报 在两次助人为乐之后 获得天鹅之魂 立刻回复自身及全体队友 相当于小丑鸭 160%攻击的生命 所有技能的释放率 效果提升30% 释放效果提升30% 等于说你可能原本禁疗是50% 禁疗好了 这招用下去之后呢 禁疗效果多30 变80%这样子 好 那小丑鸭要冲什么呢 首先 虽然说他第1招 不看速度 但第3招还是看的 那为了能够让第3招的效益最大化 小丑鸭速度还是一个重点 并不是第1招无视速度差第2招就不管他了 然后再来第2个重点 虽然他冷却回合都很长都是4回合 但他的功能性够强 所以 这只角色 确实 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在现版本来说 算是一个偏向 T0型的输出型辅助 那当然他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 组合 就前进你的主C要够强够有力 然后可以玩双输出的阵容 也就是所谓的双核心 玩法 那你说4宝1是不是适合上 小丑鸭 我个人觉得4宝1 目前还是更偏向于 半魔的一个玩法 主C伤害拉高 你靠 三只哪一坦或两只哪两坦 硬保那只主C 那小丑鸭本身其实 宝牌能力是够的 但一来他才刚出 对无课玩家来说是有比较大的负担 那大佬不用说啦 大佬如果要玩这一只 想要拼主C输出 玩这一只就对了 那无课如果要转这一只我觉得其实不急 可以等他下放到普池之后再慢慢浓就可以了 那整体来说他的奶量是 偏低的 有人说被动也上奶 这个也上奶 那为什么他的奶量偏低 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所谓主动上奶的一个效果 天鹅福报 要释放两次助人为乐 等于至少第五回合之后 才会放一次 然后再来要再延续要更长喔 因为冷却是4回合 第1回合丢一次 再来1234 第5回合丢第2次 再1234 你每次都在隔4回合 所以其实打一场战斗当中 他能丢到两次 就已经算偷笑了 他能丢到两次那个报恩 天鹅福报就算不错了 所以说这次的奶量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没那么的 没那么的给力 游戏底下的水盾是50%机率回复 你运气如果不好的时候 打死都回不到 所以整体来说他的定位偏向是一个 增伤辅助 而非是一个 增伤奶这样子 但 他的效益高不高 还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你想要玩 拼双核输出的 那这只角色 目前将会是你一个比较不可取代的选项之一 那最大的 优点也是缺点在于他是水属角色 水属角色 3系角色本身的体质会比观看稍微差一点点 再加上搭配上会比较硬 所以基本 所以说他的一个价值点 也是他的一个缺点 就在于他是一个水属角色 最后 这一池我推不推荐无课玩家抽 说实在的 他跟国王大街一起出 那我个人 因为无课没有那么多的钻石 我会更倾向于请你去抽 我们的 国王大街 那我后续再来说为什么要抽国王大街 那最后 小丑鸭的定位非常简单 他是一只真伤型的辅助 适合放在 一坦 两辅 两打 的这种队伍当中 极限4保1目前还是更倾向于偏防守性质的 然后小丑鸭 如果是玩一波流的玩家 可能有三打一辅助一坦 或两打一辅助一坦 拼这种一波流的玩家 小丑鸭真的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你也不用想说续航够不够了 反正就是拼那一波流 白雪2技能连打三次 那非常痛啊你知道吗 1技能连打三次也很恐怖 Wendy 2技能大招连打三次 哇靠对面都被清牌了吧 都清场了 所以说基本上 一波流 双核心输出 均衡型 一坦两辅两打的队伍 都蛮适合小丑鸭入队的 那如果你说极限4保1 更倾向于防守型辅助 光暗队 暂且 也不能说没有他的位置 你一定要塞一个他进去也可以 但向性和相对来说低了一点 毕竟 属性问题 好 今天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小丑鸭这只角色 角色强度本身是有 但他取得方面会相较于 光暗属 光暗角色来说更加容易 所以比较不推荐 无课玩家印花钻石去抽他 反而建议先存下来 或者抽另外一尺位来的更好一点点 好那有什么问题或是觉得我没讲的清楚 没讲到你还不懂的 欢迎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准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 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 一一回复你的 冷却游戏 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 下一支影片 再见 罗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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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